南飞叶 学名 Vernonia amygdalena delio 科别 菊科 别名 扁桃班纠菊神奇叶桃叶班纠菊尖尾凤 甘连苦树苦茶叶 产地 原产于热带非洲 台湾民间常见栽培 采集加工 叶全年可采洗净先用或晒干备用 性胃液 胃苦涩性寒 功能 清热解毒消炎收敛杀虫 民间流传可退肝火降尿酸 用于热病高血压肝炎咳嗽 哮喘虐疾为疼痛腹泻力疾 糖尿病腺虫病血吸虫病 研究中的抗癌植物之一 这是外来植物其完全的作用 不是很明朗 所以幼儿怀孕不理妇女 严厉肝脏或肾病者 最好禁止使用较安全 南非夜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功能散热和凉血 适用于降血压 糖尿病 风热性或血热性皮肤病 及皮肤骚痒 南非夜在马来西亚是很普遍的草药 非常容易种植 只是把树枝插进泥土 浇浇水就会长得非常茂盛了 由于我种植的太茂盛了 变得像森林一样 所以把它砍掉了 哦 底线 哦 哈哈 不好意思 南非夜生长于南非 近期才从马来西亚 新加坡移植到中国 所以中医界无记载也没有研究过其真正的疗效 南非夜四季皆宜种 与水充沛环境下 茂盛成长 其网状叶脉 因属双子叶草本植物 但却不见开花结果 因此是无性繁殖 地下根蔓延 或简单的扦插法 在一两个月内集长制米糕 盆栽也行 属草药 功效 功效 南非夜味苦涩性凉 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功能散热 凉血和清血 适用于降血压 降胆固醇 降胆固醇 糖尿病 风热性或血热性皮肤病 及皮肤骚痒痒的治疗 对闪光 老花眼 静氏及清光眼也有显著的功效 南非夜 富含抗氧化剂 而抗氧化剂 具有抵抗自由基 俗称氧化剂 或恶性细胞疾癌 的攻击 防止细胎氧化的功用 也就是说 如果有敌人想攻击身体细胞 抗氧化剂 抗氧化剂 会先替身体癌这一刀 以达到保护身体的作用 所以有抗癌功效 临床上 有用南非夜来调理高血压 糖尿病 尿酸和胆固醇 即用南非夜叶子 3-5片冲泡或包成水饮用 服用后在短期内可看到效果 例如高血压者服用短时间厚后 人会觉得比较轻松 病情严重者可连续喝8-10天 一旦病情改善 就要改为每周一至两次 这样的草药可以长期食用 而无胜负作用 作为保健用途 由于是胃苦性良 故身体趋弱 胃寒 低血压 手脚麻痹 贫血 骨瘦如柴和经常投晕者胜浮或从小剂量浮起家观察 孕妇 越是其间禁服 南非夜经过高温烹煮后 抗氧化剂就会血减 因此生吃的效果最好 吃法 1.2片南非夜加1个青苹果 红苹果效果不比青苹果好 一起搅成果汁喝 这种吃法治癌效果最佳 2.2片面包涂上喜爱的果酱 中间再加一片南非夜 3.3南非夜洗干净后折叠成一小团及入口取绝 凉开水充浮即可 但需能耐其苦涩味 不过只要掌握舌头味觉的分布 这适当的位置咀嚼后再用凉开水吞浮也不觉得苦了 4.晒干南非夜 当茶泡来喝 老少皆宜 5.拿树叶的新鲜南非夜用沸水浸泡片刻集成 5.生吃南非夜时 建议叶子再摘下来5分钟内吃下 5.防止抗氧化剂缓慢流失 注意 一般人每天吃一至两片南非夜已经足够 5.过量对盛可能带来负荷 5.光明日报 前年报导南非夜抗癌新闻后 5.推拿几草药护理师林国良便将南非夜寄往北京国家医学院研究 5.医学院研究后发现 5.南非夜 5.南非夜具有植物中高含量的抗氧化剂 5.antioxidant 5.却有抗癌功效 5.并已通过一家保健报章发表有关研究报告 5.上海和北京都掀起了生吃南非夜的保健风气 5.林国良说 5.医学报告指南非夜与青苹果搅成果之喝 5.是最佳的抗癌法 5.上海和北京餐饮界商人脑筋一转动 5.马上推出这道保健饮品招客 5.多间健康餐馆更用南非夜做招牌 5.提倡面包加南非夜生吃保健 5.他指出 5.这份研究报告也提及南非夜对闪光 5.老花眼 5.竟是其青光眼有显著的功效 5.对高血压、高胆固醇都有功效 5.当地人甚至说受险只赔钱,南非则保命 5.另有一句响当当的口号是南非加苹果,癌症远离我 5.生吃效果最好 5.林国梁声称,他去年秒到北京走一趟 5.发现采用真空极速动发包装的南非夜 5.在超级市场以20或30片盒装出售 5.买回来可存放在冰箱保鲜一个月 5.每片售卖一元人民币,马币五十仙 5.他指出,一些人把南非夜晒干当茶来喝 5.一些人则把南非夜煎蛋吃 5.不过,南非夜经过高温烹煮后 5.抗氧化剂就会血减,因此生吃的效果最好 5.南非夜吃起来很苦涩,但与其他材料配搭却能带掉苦涩 5.他补充,以上海及北京做比较,南非夜在上海的销路更好 5.他认为这是因为上海比较先进及商业化 5.也更讲究保健意识 5.有人吃了南非夜一阵子后,夜且得知病情改善 5.林国良也是北京国家医学院院长苏佩清医学博 5.是在大马唯一的徒弟,他透露 5.北京国家医学院发现南非夜的疗效后 5.已把南非树交给一家机构,在昆明草药村大量培植 5.尿毒席肾脏险去较南非夜救校长一命 5.南非夜证实具有抗癌疗效后 5.林国良曾利用南非夜及温室培育的冬虫草 5.救了槟城佛罗山被盛兴中学退休校长李腾一命 5.58岁的李腾三年前退休后,因流鼻血而到医院检查 5.结果正式患上鼻癌,他在医院经过38次化疗 5.过程中因糖尿病病发,尿毒入侵肾脏 5.令他的脚部开始肿烂,两只脚趾发黑背去保命 5.由于肾脏严重损坏,必须洗肾,医生担心他吃不消 5.便建议他尝试中药,他当时并不相信中药 5.但为了保命,他三个月前尝试林国良的方法 5.每天生吃南非业及磨成粉的冬虫草 5.结果病情逐渐好转,脚部也开始恢复血色 5.一个月后他到医院检查,医生惊奇地告诉他 5.糖尿的尿毒已消除,血糖正常,不用聚焦也不必洗肾 5.癌细胞更是无影无踪 5.它如今已痊愈了两个月 5.每天开胃的饮食集成韵,为了保持最佳状态 5.它借吃有毒的有颗海鲜等 5.如何有效生吃南非业? 1.两片南非业加一个青苹果 5.红苹果效果不比青苹果好,一起搅成果汁喝 5.两片面包涂上喜爱的果酱,再加一片南非业 3.晒干南非业,当茶泡来喝 5.一般人每天吃一至两片南非业已经足够 5.过量对盛可能带来负荷 5.光华日报,广说,南非业清热解毒 5.具有中医背景的李学德表示,南非业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5.功能散热和凉血,适用于降血压,糖尿病 5.风热性或血热性皮肤病,即皮肤搔痒 5.它说,南非业只是苦干的微苦,性凉 5.这样的药草可以长期食用而无胜负作用 5. 作为保健用途每天可服用两三片叶子 6. 剪输9.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